企鹅输入法 那 这边开始 介绍企鹅输入法 首先这一套输入法 在 音乐体上面 会在萤幕右上方 会出现一个键盘的符号 那你可以点选他做一些 设定跟切换 输入法里面目前我们安装了 辛苦银 无虾米 长节跟大义 那我们在 小学教育里面最常用的是教他们用辛苦银输入法 那选了之后他这边有辛苦银 那你可以在这里面 输入 字 金 他会在这边 还有一个输入框在这里 他跟 一些 输入法的作用 作用差不多 自动会选字 然后有错的字 你可以按上下键 去切换 切换 像这天不是这个天 你要哪一个天 你也可以按左右键 去选 不同的天 有错的时候 如果对了就按Enter 往下输入 对了往下输入 那 在 符号上面 按shift加 符号键可以 有常用符号 逗号 逗号 句号 冒号 分号 这些都可以用 如果 还有一些符号打不出来 你可以按 斜线小点点 在 Table键的上面那一个 一撇 然后可以选 有各种可以选 有常用符号 比方说我要打这个点 一样可以输入 那如果需要选择 中英文切换 你可以选择 Ctrl加空白键切换 也可以用 shift 压一下 它会自动帮你转英文 再压一次shift 它会帮你转 中文输入法 切换输入法也是 Ctrl加 shift键 Ctrl加 shift键 一直 轮转切换 这些输入法跟 Windows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输入法都有很多雷同之处 所以你不太需要重新学起 不太需要 只有少数地方你可能 不太一样地方稍微去适应它 至于其他的 像全形半形标点符号 你的切换字 全形半形标点符号是 Ctrl加 逗号 点 Ctrl加点 它会写全形 这边会显示出来 Ctrl加点 它会出现这个 然后 还有一些虚拟键盘你可以用 假设我要一些数字的 在这边 你点这里可以 切换 然后你选 它就会自动上来 做完之后你一样要把它 把虚拟键盘切换掉 那如果你要设定的话 选择设定之后 有各种 可以设定 你要设定哪新库音的 权益设定有哪些 你自己来看 看可以哪些外观可以做什么设定 还有一个是附加元件 你可以去看 这是契合输入法 基本上 还不错 那会介绍它是因为 它在Linux下 如果你要在flash的网页中输入中文 目前 知道它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有一些 还不错的输入法 因为它在 flash的 网页上不能打中文 那也让人家 让人家不知道 想有没有办法继续 推动下去 那小朋友在练中达的时候 或者是阴达的时候 这一块 在flash已经写好的程式上还蛮多的